去年10月中旬连日豪大雨造成平溪区望谷农路下边坡是土质松软而崩塌 而经过半年多的抢修目前已经恢复通行让许多民众安心不少 平溪区望谷农路是当地居民通行的联络道目前已经抢修完成 而回忆起在去年10月雨下不停导致山区土质含水过高变得松软 望谷农路部分路段因此崩塌道路完全中断 让不少当地居民都余悸有存 平常居民除了106以外也经常使用这条道路 那可是这个望谷农路接近角龙桥这一段 在去年10月的时候因为大雨好大的连续好大雨关系 发生崩塌的状况 那公所在当天也立刻做了一个封路的一个措施 那积极协调 居上表示望谷农路是平溪区除了106线道以外的替代道路之一 连结平溪 陵角 望谷十分 新疗等礼 这次崩塌点接近陵角里的蛟龙桥 这次花费300多万历时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将陆基巩固并将陆幅加宽 让民众通行安全更有保障 那也谢谢市府农业局后来后续投入相当多的经费积极抢修 那在最近的时候在5月初的时候也顺利顺利整个附件完成 那让居民有一个非常安全也非常便捷的一个联络道路 当地居民也表示去年道路崩塌真的吓到了 因为就住在路旁边 生怕自己的住家也会受影响 幸好目前望谷农路已经抢通完成 还有民众因为道路中断 总是要绕道而行很不方便 现在抢通后更好行了 借成为平息采访报道